这力量的惊人,似乎孟浩可以凭着一双手撕开法宝之身,仿佛他的身体在经历了宁气第十层的炼体境后,于此刻重新接受了洗礼,以完美注击第十座倒台之礼,将他的肉身彻彻底底地改变。 使之更适合修行,使他的身躯如被炼成了宝身。 甚至孟浩有种强烈的感觉,此刻的自己不需要任何术法灵力,仅仅是自己的身体就可以直接碾压一切注击修饰,哪怕对方是盗子,哪怕是注击大圆满。 孟浩的呼吸,微微急促,自从他踏入修真之路以来渴望强大,期望有一天,站在巅峰的梦想,随着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已变得极为强烈。 直至此刻,孟浩握进拳头的一瞬,他知道自己已经触摸到了这条道路。 接下来的路将是强者之路,此路不可回头,要执着坚定地走下去。 道井内喷出的灵气更多,这些灵气全部涌入孟浩体内,滋养他的灵石,滋养他的身体,滋养他的修为。 他的灵石范围更大,他的肉身强度更尖,他的修为攀升时体内的第十座倒台,轰然凝石。 四城,五城,六城,四周数万难欲修饰,此刻一个个目瞪口呆,呼吸急促,正正地看着这一幕。 那浓郁的,难以形容的灵气,从道井内的涌现,超越了曾经在这道井旁所有的感悟成功之人。 尤其是如今过去了数十席,可那道井内的灵气竟不但没有减少,反而越喷越多。 似要将这道井之力在今日全部爆发出来。 墨图道子罗冲,徐飞二人,神色变化,此刻呼吸急促,王立海等人一样是带着无法置信呢。 他,莫非,是要在这里结丹呢? 不像是结丹,可如今这一切的磅礴,怕是寻常修饰,结丹也都无法比拟啊。 翁名议论之声,刹那从四面八方不断地涌现,而此刻面色最难看的,则是那失去面具的青面修饰。 他面色难看,此刻容颜苍老,双目死死地盯着浓郁灵气内的梦号身影。 危机感在其心头越加强烈。 在他看去,此刻灵气内的身影正快速地成长为自己生命中的噩梦。 绝不可让他继续下去。 轻面修饰一咬牙,眼中露出一抹猙獰与果断。 右手抬起狠狠一拍额头,哄的一声。 在他的身后,之前焕散的丹气瞬间如燃烧般轰然出现。 散开时,丹气内剑影幻化。 在这青面修饰,双手掐绝一指之下。 这丹气,剑影,刹那呼啸而出。 直奔被灵气笼罩得梦号而去。 这剑影速度之快,瞬间就碰出到了那已然成为了漩涡的灵气上,发出了惊天的轰鸣,可却无法冲入太多。 即便这青面修饰是结单修饰,可在这浓郁至极的灵气面前,在这道景的喷发之力下,他的剑影根本就无法冲入其内。 此刻卡在灵气漩涡内,剑影颤动,仿佛随时可以被漩涡卷走。 可正是在这一瞬,梦号体内的第十座倒台开出了七成。 青面修饰,面色难看。 右手掐绝,猛得点在眉心。 张开口,喷出鲜血,其鲜血瞬间在身前凝聚,刹那就化作了一把血剑。 单出魂杀! 青面修饰,一声低喝,双眼露出金芒。 左手掐绝,向前一挥,立刻他的双目突然凸起,身体颤抖中,从他的面孔上有一片虚影出现了重叠。 那虚影,赫然是这青面修饰的魂。 此魂如脱离了身体,瞬间飞出时,直接与青面修饰,身前的鲜血融合。 这鲜血赤芒一闪,刹那就变成了一把血剑。 此刻嗡的一声,带着一股思药毁灭一切的气势,直奔前方。 刹那,就与那丹气剑影重叠,融在了一起后,赫然化作了一把真正的剑。 以血为剑胚,以魂为剑灵。 以丹气为剑锋,组成了一把青面修饰的本命绝剑。 掀起,惊人呼啸,直接穿透了灵气漩涡,直奔,梦浩而来。 越是靠近梦浩,此剑的速度就越慢,可却没有停顿的迹象。 此,若不斩杀梦浩,绝不罢休。 眼看此剑正慢慢临近梦浩,三十丈,二十丈,十丈,五丈。 梦浩闭目一动不动,漂浮在灵气漩涡之中,可他体内的第十座倒台此刻已开出了八成。 青面修饰的身体颤抖,变色苍白。 整个身体的生机仿佛被压制,一股死气随之出现,可他依旧还是用了全力以魂去催动自己的本命绝剑,向着梦浩再次逼近。 青面修饰的剑上,其魂发出了一声低吼,眼看距离梦浩只有三丈。 他甚至清楚地看到了梦浩闭着的双眼,感受到了梦浩体内仿佛有一尊远古凶兽,正从沉睡中快速地苏醒。 二人之间的斗法,外人无法去参与。 即便是此刻的梦浩处于修为突破的关键,即便是这青面修饰行为近乎于偷袭,可这是属于他二人的战场。 墨土一方,另外两个青面修饰,他们不能相助。 同样的,此地难遇之修,他们也不能阻止。 眼看那把剑距离梦浩只有一丈,剑芒风寒直奔梦浩眉心。 梦浩体内的第十座倒台正快速地凝食开出了九成。 给我死! 青面修饰的魂发出尖锐之后, 他的那把本命绝剑此刻嗡名间猛地冲出, 一丈,半丈,一尺,直至距离梦浩的眉心只有一寸。 就在这时,梦浩体内轰鸣,刹那惊天动地,滔滔而起。 他的第十座倒台在这一瞬开出了十成,完全地凝聚出来。 在这一刹那,梦浩的右手抬起,梦浩一把捏住了额头前距离梅心只有一半寸的轻面修饰,本命绝剑上。 这才是真正的完美助击。 梦浩默默低语,他的双眼在这一瞬默然睁开,露出冰冷的寒芒以及那目中惊天的杀机。 在这目光里,有冷酷之盲,在这目光里,有惊天逼人之光。 在这目光里,更有一股难言的霸道,瞬间爆发。 更是在这一瞬,梦浩清晰地察觉到,储物袋内似有某种物品,在这一刻向着梦浩传来一股渴望的召唤。 这召唤,来自储物袋内的血色面具,来自面具中,那梦浩在这之前,始终无法动用丝毫的三尾帆。 更是在这爆发的一瞬,环绕在梦浩四周的漩涡灵气,刹那直奔梦浩体内而来,从他全身各个位置急速地钻入。 灵气快速地消散,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,梦浩的四周,再没有了丝毫的灵气。 下方的那口道景,此刻也不再喷发,而是出现了枯竭的征兆。 半空中的光幕倒影,此刻正渐渐暗淡。 直至完全消失后,那口道景彻底地枯萎。 在四周数万人瞬间的沉默中,他们亲眼看到,这一年来震动了南狱的道景,随着枯竭成为了飞灰,消失在了天地间。 不复存在,仿佛在梦浩身上,他耗费了全部的灵气,再也无法让其他人感悟,只能消散。 这一瞬,四周一片死寂,此地数万修饰,呆呆地看着这一幕,很快地,哗然之声,惊天传出。 道景没了,原本应该还有几天的时间才对啊,可如今,竟枯竭消散了。 这房墨,他到底感悟突破了什么修为? 我看他分明,还不是结丹,可竟让这道景,竟然,竟然提前枯竭了。 墨土道子罗冲与徐飞,二人也都呼吸急促,这一次,来临南域西部,对他二人而言,看到了太多的震撼。 而这一切的震撼的源头,都是一个修士,一个身为子韵宗丹东一脉,主炉丹师的修士。 墨土此地另外两个清面强者,此刻看着似神色如常,可他们的内心,早已掀起了滔天大浪,不是因为道景枯竭,而是因孟昊之前的出手。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,助击修士,战结丹,且虽说处于下风,可却明显没有败。 更让他们心惊的,是孟昊在战斗中突破,此事本就罕见,可更罕见的是,这一次的突破,他二人亲眼看到,孟昊竟捏住了那把本命之剑。 这不是助击修士,可以碰触这剑,但,他真的是一个丹师吗? 这是浮现在这两个墨土清面强者,震动内心的疑问。 随着哗然之声的传开,此地数万难欲修士的目光,很快就全部凝聚到了半空中的孟昊身上。 那些目光里带着各种复杂,孟昊神色平静,哪怕是这一瞬的万众瞩目,可他依旧在神色上没有丝毫变化。 石座倒台有多强? 孟昊不知晓,但他此刻心底的感受,似乎之前哪怕是谨慎小心,自己也依旧不是对手的杰丹初期。 如今看去,仿佛有所改变。 不知,面对一个没有被伤了袁寿,损了魂的杰丹自己能否获胜。 可眼下这个以五劳七伤的清面修士,孟昊觉得,或许自己杀之已非艰难。 他的目中露出一抹寒芒,双指捏住眉心前的飞剑。 用力一抖,随着肉身之力还有孟昊体内石座倒台的同时运转,一股在孟昊身上前所未有的威能涌入手臂,蔓延双指。 他双指尖的剑,咔咔之声立刻传出,肉眼可见的出现裂缝。 可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,就轰然的崩溃开来,四分无裂。 其上的魂影更是发出凄厉的无声嘶吼,消失了。 随着婚姻的消失,随着健身的崩溃,不远处的清面修士,他双眼立刻流下了血泪。 蹊跷刹那一出鲜血,身子亮腔后退时,张开口喷出一大口鲜血。 面容猙獰,猛地抬头。 苍白的面孔,此刻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仿佛癫狂。 他右手抬起,一拍出雾袋,举出了一个黑色的雕像。 这雕像左刻是一条似龙飞龙,似蟒飞蟒之物。 那是一条蛟龙。 头生独角,复生双爪,全身清黑。 刚一被清面修士拿出,立刻就有一股凶煞之意,冲天而起。 使得原本风和日丽的天空,在这一刹那竟出现了一片乌云。 隐隐间,仿佛有一声从岁月里传出的嘶吼,在这一刹那回荡大地。 传入此地,数万修士,每一个人的心神内。 更是在这嘶吼回荡的同时,孟昊第一座倒台内, 孟昊第一座倒台内,融在其中的那枚上古应龙腰单, 此刻如从沉睡中苏醒,微微移动。 漠然间,在孟昊的身后,虚无扭曲,一条巨大的上古应龙虚影,竟赫然出现。 凝望蛟龙雕像,仿佛在凝望食物。 上古应龙,以蛟龙为食。 应龙之影的幻画,四周之人看不到。 唯有那雕像所刻的蛟龙,似乎在天地间,嘶吼的声音,竟随之一顿。 丹气化交足,修写开天道,以身试龙子,以魂养杀丧。 轻面修士死死的盯着孟昊,一字一字的开口后,竟在这一瞬,咬破舌尖喷出鲜血,鲜血落在雕像上。 以我之力,请教祖教。 轻面修士全身一震,仰天低吼之时,忽然,他面前的蛟龙雕像瞬间出现了裂缝。 咔咔声回挡间,在四周数万修士亲眼目睹中,这雕像轰得一声崩溃醉开。 四分无裂之下,无数的青黑色粉末,还没等向外四散开来。 一股风吹过,卷着那些青黑色的粉末,竟在半空扭曲间,化作了一道胶影。 此影瞬间仿佛逼真,刹那就出现在了天地,一股难以形容的寒气,一瞬向着四周漠然扩散。 轻面修士神色争鸣,盯着梦好。 请教祖,杀此人! 轻面修士,话语刚一说完,立刻那骄影猛地转身,模糊的头颅中赫然有两点寒芒刹那出现。 如双眼般,盯着梦好时,似有些迟疑,但更有跃跃欲试。 其影漠然移动,直奔梦好,呼啸而去。 还没临近,寒气滔天,虚无,仿佛要被冰封。 转眼,就距离梦好,已不到百张。